今天要搬家了 這邊已經都清空了 還有甚至沒有一些雜物 這個晚上可能再租個車來拉一拉 裝箱就好 然後客廳 天啊客廳簡直是個慘重 今天請來幫忙搬家的搬家公司 還不錯人超好的 幫我盡量拉了很多所以 比我預計第一趟要搬的東西來得多非常的多 現在來去新家那邊一趟 把東西卸下來 之後要整理應該要花上不止半天 等下你們去看就知道狀況多慘烈了 然後這裡 不能搬走就好了 還要打掃 不然在這邊的原室有會生氣氣喔 接下來 我要開始準備 就是稍微收拾一下我的房間 史前巨獸 安東尼 這邊這一坨都是算比較大的家具 我自己的東西啦 什麼冰箱啊 櫃子 電腦桌 什麼 搬來了 還有我的房超廂 這邊要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安東尼他很快就要來了 他可能明天就會先來我工作室 這裡待著的 然後 這個會暫時先充當我的床 現在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舊的 走心工作室那邊 的網路 現在沒用 但是 柔衣他們今天有一個 應該是工商的活動吧 就一定要做直播 所以等一下 電腦要先裝起來 他們今天會先來借用一下 這一邊的電腦 冰箱 還沒三個小時 抱歉 親戰民宅 清戰民宅 怎樣啦 太兇了吧 我被 我被中華電信這樣子 我已經很不爽 你還在留我 乾 這是藍家沙培的 應有的態度嗎 怎樣啦 沒事沒事沒事 你不覺得這個 背後的牆在視訊畫面上很好看 還不錯 是不是 那房間要不要收他一下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都要把 就是一個地方住的 好好的弄好了之後 然後搬走 那後面的人乘量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我要睡的床 其實 還沒有來 所以這幾天 在大家搬過來之前 就是 這張沙發 就會是我的床 今天是我第一天在這邊住的晚上 然後 大家都沒有搬過來 所以這麼大的空間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 之前住的地方都不會到很大 所以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覺得還好 但這空間特別的大 我只是想去拉個電風扇進來 我都覺得 怎麼好像有點太空曠的感覺 而且換了一個新環境 怎麼樣來說 都覺得有那麼 一點不適應 不過沒差啦 適應這種事情 其實 過一點時間 就會習慣了 那明天我會把剩下的東西 全部打包過來 搬家的部分 就算是正式完成了 這個空間 我還有非常非常多 想要去 設置的東西 可是可能還要再等一陣子 因為又要再稍微 買一些家具 來補足 所以 我們明天 再繼續搬家的過程吧 這個是 這是阿波先借我的 我忘了把棉被先帶過來了 喔 波哥哥生氣了 完蛋 連續兩天都這樣進來了 喔 還要爆炸了 哇你完全沒有打炸放棉的意思 沒有 零 那你又不准用 放一次500 幹 放一次500 我自己買一張好了 爽放幾次就幾次 網路已經在自工了 沒有他現在去買線 因為線不夠長 可以用在這裡 這樣你加糖糖的 你們就有三個了 這邊先隨便塞吧 然後我今天目標是把 這邊 地板有鋪抱紙的地方的白牆 全部都刷起來 哇 你的鞋櫃其實還蠻高的 他真的很高 這樣放 得下 你們 就是你們兩個人 全部的鞋子嗎 不知道 我的比較多啦 喔 主要是我 我的鞋比較多 這邊現在有個非常 詭異的畫面 就是 補光燈呢 平常都拿來拍片用喔 現在特殊用法 把它拿來幫 牆壁打光啊 不然我刷遊戲 實在是刷不到 看不到自己在刷什麼鬼東西 喔 網路孔更換 已經快要完成了 今天應該有機會快完工了 可喜可賀 特殊用法 是不是 只要有燈全部都可以拿來用 好 喔這幾天都好狼狽喔 連澡都沒有辦法好好洗 東西 我自己的部分的東西呢 已經全部 都搬完了 全部都在這裡了 就是你們散落的東西 中間有 我的東西 也有 阿波的東西 前面就有講過啊 這張沙發 之後是會搬走的 不會是這個房間裡面 不過現在有一些家具要買 應該是還沒有空間買 我的臥室這裡 也已經全部都刷完了 這個燈真的是好好用喔 再來就是 該去好好吃個飯 洗個招 接下來不是睡覺 是該開始工作 要剪片的 喔 覺得自己刷得還蠻不錯的 再來呢 隔幾天之外 他就是堂堂的東西也會翻過來 等他東西也翻過來之後 工作室才能算 真的 棒完成吧 才能夠到0.7的版本 好啦先這樣 我要去吃飯了 波波 我好像就沒有這個甜粉 所以我後來又從考慮 一大堆 我好像就沒有這個甜粉 那件事情 你又沒有要當畫家 幹嘛要甜粉 還是你是想當畫家 我是連一般的都 很那個耶 我講過 我就是花火才越來越棒 等一下